天蒙蒙亮时,胡安走进了加油站的便利店 此时,店内除了一名女店员外 马可刚好在店内买吃的 胡安买了两样东西,一共5块钱 店员看到他拿出一张50的 跟店员花了一张100块的整钱 店员晕晕乎乎被骗走了钱还未察觉 他实在看不下去胡安这个菜鸟的拙劣手法 竟然愚蠢到在同一商店行骗两次 其实,马可的真实意图是想让胡安做他的临时搭档 因为他的搭档一周前不知所踪 而胡安这样的菜鸟更让马可放心 毕竟,骗子和骗子共识 谁又能相信谁呢 而且要90%的分成,否则免谈 老杜虽然不情愿 但总好过什么都得不到,便答应下来 胡安觉得这件事不太对劲,让马可慎重 马可自己,闯大江湖多年 从来都是他算计别人 不可能让别人算计到他 马可和胡安去老杜家拿到有票的纺织品后 还需要找个能接近富商 但又不让对方起疑的机会 很快,胡安想到一个主意 他买了一部移动电话来到酒店大厅 再看到富商独自去了洗手间 甚至,威亚不要钱 他只要马可当着弟弟的面 承认独吞遗产的事情 弟弟少不更生 一直不知道哥哥的所作所为 在得知了真相后 也与马可决裂 随后,威亚遵守承诺 带着有票去与富商交易 马可和胡安在酒店大厅 等着天亮后收钱 早上,富商坐车离开后 威亚把钱相交给了马可 无论是面对受害人 还是至心至爱的人 好了,本期就到这里了 幸好的朋友不要忘了点赞关注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